2024年6月2日 大脚新人理事会 让你们的生活变得简单 传导丹尼尔斯克兰顿 一者扬声传导 大家好 我们是大脚新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你们联系 我们将近可能简洁扼要的向大家介绍 我们有时会简化事情 请一时你们更清楚 但我们当然承认你们生活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中 并且你们的生活也很复杂 我们知道即使你们拥有现有的知识 至少可以说应用这些知识可能会很棘手 有时摆脱复杂的情况对你们来说很重要 我们并不是说你们需要永远离开 而是说当你们感到不知所措时 当你们觉得某件事对你们来说变得太复杂时 那就是你们把它放在一边的时候了 放手吧 专注于其他事情 去做点别的事吧 有时问题会自行解决 透过对你们所有人的观察 我们知道这一点是正确的 有时当你们在做一些有趣的事情时 当你们已经放手到能够接受那个绝妙想法的程度时 你们就会得到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当你们正在进行一场谈话时 你们可能会称之为争论 而你们似乎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那就是我们建议你们搁置这场争论的另一次机会 不要相信 如果你们继续争论 事情不会变得更好 对方最终不会明白你们的观点 或者你们会以某种方式赢得争论 相反 不管它 让它过去 到外面去 呼吸一些新鲜空气 然后去散步 当生活变得复杂时 你们需要让它变得简单 你们需要回到基础 记住你们之所是源头能量 请记住 这一切都是你们创造的 请记住 你们创造它是为了让你们在灵性上成长和扩展 因此 这一切都为你们服务 做一些深呼吸 去接触大自然或动物 有时你们只需要卸下自己的负担 因为你们遇到的事情太复杂了 你们的头脑无法自己弄清楚 这时候你们就需要服从了 这就是你们需要寻求帮助的时候 也是你们需要做你们知道最能让你们放松的事情的时候 当你们已经处于正面的振动中时 就更容易获得正面的想法 当你们已经处于较低振动的情绪中时 你们就更容易产生负面的想法 因此 当你们感觉非常糟糕时 不要指望自己能够想出最聪明的想法 最聪明的解决方案 你们承认这一点是有好处的 承认自己并不总是处于最佳状态 对你们来说是有好处的 当你们未处于最佳状态时 就不是为自己的生活做出决定的时候 首先感觉良好 然后重新审视情况 看看是否有更好的方式来看待它 从更高振动的地方来到你们的心事角 你们都取得料如此大的进步 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向自己提出更大的挑战 而那些更大的挑战有时需要你们投降 让他们走吧 找到一种让自己平静下来的方法 进入一个平静的地方 一个平静的地方 一个为你们服务的东西 可以毫不费力地来到你们身边的地方 当你们向自己证明这实际上是正确的时 你们将更频繁地摆脱那些复杂的情况 并更多地玩耍 你们将享受你们的生活 这对于所有同意在那里的人来说都非常重要 为全人类保持更高的振动 我们是大脚新人理事会 很高兴与大家沟通 2024年6月2日 大天使约菲尔 进行下一次冒险 传导Vinded Elan 一者扬声传导 大家好 我是约菲尔 统一大天使 平衡大天使 圣悲使者 时间守护者 是的 我欢迎你们穿越所有时空 所有宇宙 我欢迎你们 也请你们欢迎我 你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光谱 一个新的 不同的现实 我知道这是时间的守护者 因为母亲已经将戴亚转移到网格中的一个不同的波浪中 我很高兴能够协助这一点 并且我们的下一步是创造新事物 不是在你们所知道的框架内 而是在爱的框架内爱的无限表达 不仅仅是简单第一理智的方式知道 你们已经研究过 你们理解了 了解了爱 了解了神圣 当我谈到爱时 我指的是无限的连结 创造性的连结 一的神圣本质 以及你们的神圣本质 你们并不是分离的 这是一种幻觉 完全没有任何作用 所以我邀请你们进入新的统一 进入一的统一 进入无限的统一 进入你们的无限 这不仅仅是一个灵性或深奥的邀请 如果你们在这个化身和这个星球上 这有一个目的 那是服务 正是要体认到你们是 一直以来都是爱的无限智慧 才能占放出你们的全部光辉 这就是你们的目的 这不是别人能为你们做的事情 我们随时为你们服务 我指的是我们所有人 在这方面为你们提供帮助 但你们的目的是团结一致 并由此与所有人团结一致 母亲没有生下你们 你们的指导灵也没有陪伴你们 因为他们永远存在 并说 好吧 让我们奴役你们 让我们压制你们 让我们限制你们 那永远不会是爱 所以我们的目的其实是要 闪闪发光并体现 体现 你们的设计 你们的灵魂设计的完整性 这与使命和目的不同 使命和目的是你们设计的体现 对你们来说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 如果你们不了解你们存在的整体性 那么你们的使命 你们的神圣奉献的完整性 不是你们的服务 你们的奉献 它就不可能是整体 是的 在母亲的新时代 在你们所处的新常态 这就是手边的任务 我很高兴能帮助你们 我是一名冒险家 我确实寻求刺激 我是行动大天使 是的 这就是为什么该频道 经常将我示威海盗 我在那里调查 探索 扩展 然后带来新的东西 对母亲 父亲说这个怎么样 如果我们尝试一下会怎么样 我愿意在这个新框架中陪伴你们 正如你们对我说的 这个怎么样 我们为什么不试试这个呢 我带来耐心和行动 我带来节制和勇气 最亲爱的医们 是的 我将与家百列合作 我们将带来欢乐 但我也会带来乐趣 我会带来笑声 因为没有什么比用爱编织创造更有趣的了 我对你们谈论统一 在了解自我的统一时 你们会进一步扩展到统一意识 新意识 是的 但也是全意识 这个集体人类是如此短视 如此专注于他们大脑的智慧 以至于忽略了其他很多东西 你们有一个完整的设计 它包括你们的头 你们的心 你们的肚子 你们的脚 你们的每一个细节 它包括你们的声音 你们的歌曲 你们的话语 我来这里不是为了批评 我来这里是为了说 亲爱的医们 你们已经做到了 而且你们正在这样做 我邀请你们和我一起进行下一次冒险 你们要一起来吗 因为我很想拥有你们 在安静的夜晚 在白天明亮的阳光下 在城市的中心 在宁静的阿尔卑斯山 我会建议我们去哪里 我会征求你们的建议 我会去你们想去的地方 或无处可去 因为这不是为了忙 而是为了忙 它是关于静止的 因为正是在静止中创造 灵感才会产生 你们的日子 我知道作为时间的守护者 正在延长 亲爱的天使们 这意味着你们拥有一种 称为时间的无形能量来 坐下来思考 反应 Linda最喜欢的选择是盯着墙壁 陶醉于你们之所事 就像我们陶醉于你们之所事一样 接受你们是伟大的事实 并不是小我 这并不是自夸 你们并不是暗示你们更好 接受你们是伟大的事实 就是承认母亲的创造 红尾与牵线是配对的 节制与勇气是配对的 所以这只是一个说事的问题 如果你们还没有这样做的话 我就不会从未来来到你们的现在 所以转向我吧 当我们坐在你们的花园里 与云交谈时 我将带你们去冒险 你们是如此被爱 你们是我的家人 与我的爱一起走吧 甜蜜的天使 在团结中 与自我 与彼此 与我结合 再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